結果硬性 新任中有董作歐加瑞剛上任 就喊出要能源轉息 炒一個更高附加價值 高質化 以及現在重視環保的循環經濟 還有能源的轉型 我們希望炒一個力能 3號就傳出台中16個空品側站 有13站撤出有愛健康的紅色等級 台中市政府就痛批中火降載不力 台電則回應 從1月至今 中火就已經降載11.79億度電 早就超過全台總量的一半 以台中電廠為例 我們從今年的1月1號到現在 已經降載了110次 其實這樣的降載次數是非常的多的 台中電廠還被要求拆除4號機 但經濟部認為會影響供電穩定 建議改為在夏季時一步 秋冬季時兩步的機組不運轉 火力發電廠的降載跟它所發電量 還有我們的產業需求量 這兩者之間常常是屬於有衝突的 你現在的冬天是不是還跟過去一樣 有讓你有降載的空間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今年有很多 過去幾年所完工的新的工廠 在今年啟用正式運轉 就怕缺電影響電價 4號經濟部長沈榕金表示 2019年的國際油價每桶65美元 比2018年還低了10元 電費沒有調漲的壓力 但預估2025年電費最高可能會到3.39元 比起2017年上漲幅度超過三成 那你要做到非核家園 你勢必用電要用所謂的再生能源去做替代 所以我們看到政府很大一塊 是做在離岸風力發電上面 我們用比較高的電價去做收購 那你想想看 這些比較高收購的電價 要不要反映在一般的用電成本上面 經濟部也強調台電電價上漲 有3%的上限 一旦超過就可以出動780億的 電價穩定準備基金 東車財經新聞 宇宇張博祥 台北報導